三的边线 把笔拿斜斜的 这样子的笔触是模糊的 但是你一样可以用力 就这样上下上下 有轻有重的 把山上的一些森林 就是树林 把山上的一些树林 用模糊可是有轻有重的 texture就是straw 有轻有重的straw来完成 肯定要花一些时间 有时候是模糊的 有时候是清楚的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 你是拿着笔 你是斜斜的拿着笔 你的笔呢 最好就是be or to be hb的笔比较硬 如果你稍微用力 那个线呢 有时候你想要用软橡皮把它 live up起来会比较不容易 远远的三 那边有一点点 好像雪 所以你可能画的方式跟在画树林的方式是不一样 会比较有一些线条 比较硬的线条 就这样很有耐性的 把山上的这一些树林 好好的慢慢的画 可能要重复的去整理它 有时候你比较拿直 稍微的把一些树的形状 稍微的把一些树的边边的形状画清楚 在画那个清楚线之前 你一定比呢 是先画一些模糊的 这个过程可能会很久 就是重复的 去做它的底色 三树林的外形 中间一些树丛 高的树 你要先把树干稍微的画一下 不要太重 然后再用Need the eraser 软橡皮 把太阳光照的那一面呢 稍微的把它擦亮一些 然后右边 因为太阳光没有照到 所以右边的颜色要稍微的重一些 要慢慢的把外形线画出来 你的笔触必须要 就像我们在练习画术一样 慢慢的把它整理出来 但是不是非常的清楚 可是要很注意的就是它的光线 你必须要右边就是比较暗 左边也是有它的外形线 但是呢 比较淡 这个只是一个外形线 大约的画 接下来慢慢的我们就会处理一些比较细的部分 就像你会慢慢的把左边修整出来 这些树的后面啊 就是要稍微亮一点 所以不是整座山都要画满 整座山如果画满前面的这些树就看不清楚了 所以呢 画家必须要自己决定怎么样把这幅画 哪个地方要轻哪个地方要重 要让它有层次 就是要layer 但是在它后面的 比较淡的位置 也不是都不要画树 就是画的比较淡 交代的比较没有那么清楚 所以前面的树是一层一层的加上去的 要看这图很有耐性的把每一棵树虫的外形线画好 通常下面会比较暗 那太阳光在左边右边暗 下面也暗 下面也暗 三坡 这些都是草皮 所以不会非常直 所以我的笔会稍微的把它躺下来 斜斜的 这样子你的草皮就会不规则 不会很整形 树后面的树 会比前面的树暗一点 但是不要把整棵树都画暗了 到现在为止 看起来每棵树都是暗的 等一下我们会用软橡皮 把亮的地方再整理一下 比较高的树就像我们前面在练习的 它有个底色 所以你不需要再去刻意的画 但是你要照有底色之后 照着树从上往下 上面的树页上面的树页向上 上面的树页向上 然后旁边慢慢下来是向旁边 到了下面的话可以画有一点点垂下来 就是这样重复的注意 这些树比较靠近中间的这些树 右边按下面按 左边稍微的亮 然后再来用needed eraser 就是软橡皮把亮的地方再弄得更清楚 三坡注意三坡 三坡有太阳光的阴影 太阳光没照到的地方会稍微暗一点 注意所有的这些bush树 还有这些草皮 都是不整齐的 所以注意一下老师拿的笔 有时候是比较尖的 有时候是用比较笔尖的位置 有时候是比较躺下来用侧面的位置 画三坡是要用躺下来的 花束尽量就把你的笔尖 有轻有重的用力画好 有轻有重的去画外形线 那要不断的去整理树的外形 三坡的边线 树的底下要加重它的颜色 都要细细的去做它 因为这个是精细树苗 然后用软橡皮 把量的地方稍微的擦一下 有时候擦太多你还要回去 把它加灰色调 就是不要太重 画远处的房子你要注意 不要只是画平平的面对着你 房子有凹有对着你的 尤其是窗户不要画的太大 有时候点到为止就好了 然后你要去分辨 最亮的中间调的应该是什么样 如果有树如果它后面是看得到天空 可能就要稍微的画清楚一点点 这个时候不要用一般的橡皮茶都用软橡皮 来地幅 来地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则上在暗的后面应该是亮一点 在亮的的后面要暗一点 这样才会有layer 这个图画起来呢 才不会整个都太暗或是模糊了 然后用完了软橡皮之后 你还要再去修 不是在亮的地方就没有texture 还是有 所以修完以后太深 你还要再擦 就这样子重复的去应用你的工具 所以那边不知道 就这样子 那边可能会干得太好 是这样子 就这样子 我来讲一下 就这样子 你能不能讲一下 我来讲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管你用HB或是B的笔 你在做这些很rough的像这些草皮啦 三坡 你最好是用这样子的拿笔方式 这样做出来的线条呢 可以有轻有重有粗有细 在你画这个草皮之前 你必须要把前面这一棵树 就是前景先把它画好 好像你在画这个房子之前也是 要先把房子的后面处理好 那记得要亮 暗 亮 暗 尽量的分明 使用的工具 要常常记住 不要用一般的橡皮擦 如果你需要利保一些颜色 用Needed eraser 就是软橡皮 做完了之后不是就这样算了 要去把有些地方再补墙一下 这是精细素描 所以你就是需要这么样的小心 Perspective也是要注意 你要注意这个它的反差 就是它的颜色的Strong 很Week 像这一面都是暗的 然后竖 在两边之间呢 你可以处理的暗一些 三坡的这些笔触 还有颜色 这两片不要一样 尽量的让它有一些变化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小树啦 小brunch啦 你可以决定要或不要 你可以取舍它就是了 你不一定通通要画它 可是要记得 有些地方确实要稍微处理一下 按一下 好像这个树前面都是一堆树丛 你要先把Shadow做好 上面呢如果有橡皮屑 你要先把它剥干净 不要用手剥 这些都是细节 就是你要先做底色 就是它的basic的Tone Tone做好的 你才可以去做一些detail 这些是比较detail的Sketch 不是很Rough的 那你不用把这些好像Bush的叶子加满 你只要做一些就好了 Just touch the thumb 不需要画的满满的 当你Background做好的时候呢 你要开始把这个树呢 做好 那每一次你要先把最前面的做好 好像这一棵树 好 这棵树前面又有一棵树 你可以把它省略掉 因为这棵树只有一半 如果你想要做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想要做 你可以把这棵树隐隐约的做好 最前面的不一定要最清楚 好像等一下我们这些Flower 会做的比较模糊 就是你的Focus 是在这 所以你可以让你的 好像拍照片一样 你可以Focus在这 其他的是模糊的 这里有棵树 处理的方法 就像我们在Part1的时候 就是第一个 Part1的时候已经有浇过了 你在做的时候呢 你要先把 它的Basic的Tone做出来 然后你等一下画叶子 这棵树因为比较清楚 所以你必须要把 如果你觉得它旁边 后面有匀的地方 稍微的插一下 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要插 然后开始做Detail 那这棵树比较亮的地方 应该在这边 所以你右边稍微的用力一点 就这样慢慢的把它画好 有轻有重 不一定要用B 你可以用HB 那有的模糊的 Lay down你的Pencil 记得有轻有重 你先把轻的画一下 然后呢 有的叶子会缺 不要画得像圣诞树一样 都好像很Perfect 它有的呢 在一起 有的分开 有的里面还有Gap 有一点缝隙 可以 然后你有的可以看到Branch 就是Trunk 或者是它的Branch 都可以 好 有的叶子比较多 会遮住你的Trunk 所以不是树干 要先画得好清楚 所以之前画树干 要画得轻轻的 当你画完了叶子 你觉得有空隙的时候 你才需要去加 就是叶子好像被吹掉了 然后有的地方 可以稍微加出去一点 到了下面的时候 叶子就差不多 要往下垂了 因为它前面有一棵树 如果你不想画它 你就把这边全部画完 但是基本上呢 如果你觉得 这边需要 再加一点点 好像有点Extends出去 也是很好的 记得前面的要先画 记得前面的要先画 前面的 当你要画一些 就是叶虫 树虫 的时候 你的笔要立起来 边边 边边呢 虽然它好像的颜色 对不对 你要决定哦 你要这边亮 还是要这边亮 那我决定是前面亮 所以你前面的叶子要处理好 就是是亮的 刚好这边light 是从这边来 那树叶 怎么画 在前面 Part1的时候有胶 你要去画这个开开的树叶 还有比较暗的地方 要记得 一边做 按 把它做Smooth一下 有时候你还是可以 如果你想要模糊 你没办法用笔的时候 你就用这个Paper Pen把它弄按 然后这是前面的 最后你觉得前面的树 如果跟它混在一起的时候 你要用Needy Eraser把它 稍微的Leave up起来一些地方 然后再把边边修清楚 然后再去把边边稍微的修清楚 就是它们是不同一棵树 所以稍微修一下 但是基本上那后面的这个Pine Tree 呢稍微的比较黑一点 好像有另外一棵树 你可以把它省略掉 你如果想画也可以 它是一个比较不同的树种 那你可以画 就照它原来的样子画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加一点点 加一点点树的Branch 从另外一棵树这边出来 高山上有很多树 有可能就是这样子 但是不要做得很busy就对了 有的同学可能会太急了 想要赶快做完 反而不好 你就是慢慢的做 圆的不清楚 Focus在这边 这边全部做清楚 这里又是重复的 就是一棵树 其实有好几棵树 不是只有一棵树 所以你在画完的时候呢 你还可以在旁边补一点点 圆圆的不清楚的树 这样子你的树就有distance 就是有远有近 然后有的暗一点 这边如果暗 这边旁边要稍微的亮一点 然后这边再跟着暗 那树不要太整齐 再提醒一遍 就是有的地方有缺 不是每一个都长得一样 两边会不一样 这边有很多的shading 所以你一定要处理 把它画出来 不一定要用擦的 擦的感觉呢 就是模糊的 如果你需要就是 just do some 有些地方擦一擦 可以 然后再加 加一些shading 来 在这里画这棵树以前 你要先稍微的background 整理好 所以有很轻的有很深的 学会去arrange这个清跟重 好前面这个大树 就跟我们前面画的一样 你必须要就是一颗 然后呢 有的地方你先整个全部通通刷一刷 有轻有重 亮的 等一下是用nealy eraser擦的 然后在这个前面呢 这个三坡会有它的shading 如果你有另外一种笔 扁扁的笔 你可以用扁扁的笔 去刷它 就是平的笔 有些地方会有一些 凹凹凸凸的东西 就是可能土长出来了啦 这个上面可能会有一点点 草啊 草的画法 越大要越懂得草 不要画三根草 这个草呢 在远的地方 跟在你面前 当然不一样 在你面前也不应该是两三根 也可能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还没有finish 有时候笔是躺着 有时候你要清楚一点的时候 你笔就要稍微的 立法起来 不要一直都是躺着 有些地方需要亮 擦一下 擦有时候是touch 有时候是刷 有时候是touch 有时候你在画这个时候 你可以go back check 有些地方你可以稍微的刷暗一点 不小心 刷太暗了 就把它擦一擦 像这棵树 我们前面说过 你可以做 按的part 按的part 里面也有树叶 亮的part 你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哦 在这里做一个圆子 让它故意拖出去 有些地方要模糊 模糊就轻一点 你也可以制造一点点branch 不一定它没有branch 你就不画它 像可以在这边做一个branch 让它故意拖出去 但是这边要有叶子 你不可能看到整个 trunk 然后这边没有叶子 从上面画下来 如果右手从左边画过来 如果你的手不小心这边已经画了 你必须要用纸压着 不要把它弄脏了 如果你可以练习 就是把你的手提起来 不要把手这边抹来抹去 这样你的图呢 会被你抹脏了 会不清楚 画完了一些叶子 再涂一涂 有些地方模糊的 有些地方是有reflection的 你就不要动它 粟 可能都会垂下来很多 挺好的 不要把它画到一个很整齐的树 其实这个树的右边是暗的 左边是稍微亮一点点 尤其是下面已经看到了light 可以照到它 所以你要小心的去处理 有时候你可以把它touch起来 如果你弄得太暗 这个地方树叶要刻意的把它稍微的整理好 让它的shape非常的有变化 不要统统画成一样的stroke或是一样的shape 有点变化上下左右啊 可是stroke就不可以变化太多 这边比较暗 所以你可以把这边弄暗一些 有时候还是可以再回来再弄一遍 把它弄得更暗 更暗 暗的里面也是有叶子 不可以暗的时候就不交代 暗的时候的叶子可能要更用力一点 更用力一点 OK 这个是画 这个不是照片 所以不要做的 too much的detail 还是需要交代 这是一个树 然后呢 这里也有 你做的shading如果没有盖到 就是没有finish 如果你不finish到它的这个 所有的basic的tone 那你就要把它擦掉 用needy eraser擦掉 像这样的笔 或是拿这样的笔 它的接触的面积比较大 更快的处理掉 或是像这样的笔也很好用 你的shading不一定是这样子 你要看你的需要 你要相反的方向也可以 可能还不够模糊 you can do again 可以再做一遍 你可以拿比较暗的 像这个是who b 是b的b 你这个shadow是在草上面 所以这个shadow的shape 也是毛毛的 这边你不用画满 这边可能花 花到这个部分就可以了 按前面是亮 或是你决定像这样子按后面下面是亮的 要不然它们会连在一起 这个是一个重点 就是你一定要按 亮 然后下面 按 然后前面这一片是亮 像这个地方 应该更暗 你可以把它弄暗一点 这些都还不够 你要再整理 最后都还要继续直整理 圆圆的这些都可以加一点点rough的东西 有些shape 要把它弄清楚 旁边暗一点 花必须要暗一点 要不然你没办法画花 好 我们画看看 先画几朵花 你先把你的 一些地方debub起来 你可以随意的debub起来 现在还看不太清楚 你必须要先 我先做几朵 等下东东都是一样的做法 有的小 有的大 看不太出来 对不对 其实有的 然后你拿be 反正只要是be的 因为我们不要它太清楚 花下面呢 画清楚一点 轻轻的 把这个花呢 这是小花 然后它有个 它会有 尽量的只是画后面 前面呢 轻轻的带过去就好了 它不会很整齐 有的可能像这里 有的像上面 像这个像上面 然后呢 这个 有大朵的 旁边还带了小朵 不要画得好清楚哦 有的花 你看到的是正面 有的花 你看到的是侧面 然后大花旁边 你可以带一点点小花 那如果你想要影子这边有一些是最好的 因为这样子 就更清楚的 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花是在 是在前面 这些小草呢 长的草 不是小草 你可以 你在画它的stem的时候 你也要顺便的把 把这些小草呢 长的小草 画一下 不用画的满满的 没有就是有 有就是没有 很难解释 有时候你画的满满的 反而显得少 如果你只是touch some 表示这些里面都是 所以要知道怎么样表现 怎么样去取色 记得不要画得太清楚 第一画太清楚 不好看 而且把你的这个focus的point也强了 所以记得这些花是模糊的 会很多 但是是模糊的 好 再来你就要整理了 有些地方要亮一点 有些地方要暗一点 有些地方呢 不整齐的线 只可以lay down你的 这个pencil 如果你是liver 没办法画出不整齐的线 然后你的这个山坡 有一些小变化 树这边尽量不要再把它画黑了 所以要会整理 不是照片 不是照片长暗 不是照片这里是暗的 你就画暗 因为你必须要表现出来你的叶子 你必须要让这个后面是亮的 不要太暗 如果你要很暗 你的叶子的边线要很clear 要去做好 好 靠近前面的地方 我刚刚说了 你可以处理高高低低 高高低低 这样子就是草 不要画一根一根的草 这是长的草 我们刚刚所说的是个长的草 这里有一个shadow 刚刚老师没有处理完 你可以再把它 稍微的把你的shadow呢 弄得模糊 旁边不要太clear 这是这个树干 它的一个shadow 这边shadow比较少 因为这边比较亮 然后呢 这边还 有些地方你还可以把它加暗 你在花的旁边加暗 你的花就会清楚了 所以不是画好了 就算了 你还要整理 比如说你想要让这个花 稍微清楚一点 你就在这个花旁边呢 加暗一点 加暗一点 这个花就清楚了 那花上面是不是 stem要再加一加 stem也有分 暗跟亮 stem是歪的 说不要都很整齐 也比地的花 不会很整齐 这边当然还有继续的花 老师刚刚dupped的 还没有画完 you can keep doing ok 如果你要画完 你要画的满满的也是可以 但是建议你不要画满 有一点点呼吸的空间 然后这边的树再处理完就可以了 这边的树呢 你不会看到下面的 下面都是很挤的 sample 或是很暗的 后面长了很多的树 这边它前面的树不要画满 画满太多了 too much 如果you still want to do 那个detail 这么多 你就要去慢慢的把它处理成像这样子 如果你觉得你需要再加 你可以去加 it depends 每一个人 再来最后呢 你还可以慢慢的 把暗的地方呢 整理清楚 把线条呢 被弄模糊的地方呢 把它稍微的 把它用力的处理完 就是让清楚的地方 就是让该清楚的地方要清楚 尤其是这个focus point的地方 然后其他的地方 也是可以稍微的把 有线条 比较硬的地方 你要把它处理一下 然后呢 把黑白稍微的分明一些 像这个地方 如果你觉得 太暗了 稍微的擦掉 还有这些花后面 花后面呢 或中间 画的中间 你可以 把一些 你觉得 太暗的 稍微的把它 debub起来 可是不要弄到 你需要保留的线条 好像这个树后面 比较亮 所以你可以大胆的 把它稍微的擦亮一些 如果擦太多了 你可以再用笔 或是用手 轻轻的 轻轻的 这个时候都是动作 都是很小的 把它给抹干净 有些时候擦的线条 不是模糊的 有时候擦的线条 你可以用点的 然后轻轻的 再把它 拨一下 或是不拨它 有些是要点的 尤其是树虫 假设这边 觉得这边 应该有一些亮的 你就点一点 把你的树 稍微清楚一点 我像这个树后面 树的上面 你都可以点一些 嗯 这个阴影 你觉得可以再 清楚一点 那你就把阴影 的边边 稍微的擦一下 阴影呢 更清楚 或是你要跟它 不清楚 决定一下 花里面呢 太平了 所以你有的地方 擦掉一些 这个时候可以直的擦 这是final的 所以要很小心 你的地方你可以稍微的 整理出两只 你觉得要很清楚的 shape的叶子 或是花镜 好 要不清楚 有一件事 不重要的 instrumental 对 绝静 的 一件事 的地方 是 辅装 最后 的一件事 还会 摘 得 感谢观看